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亦给了他88.5分的高分 曾经获得了威士忌竞赛的双金奖 他的来头不少 我们今天没有理由只喝他 我们特意选择了一间潮汕菜馆 因为据闻 潮汕菜喝威士忌也很特别 走 今天要选择的潮汕菜馆 其实也有不少连锁 但是出品比较稳定 他也做了很多年 食材和味道都很受欢迎 他和那种很接地气的潮汕菜馆 有点不一样 喝酒就对了 他们这间是米其林多奖 汤菜馆 什么配点洋酒 你喜欢帮羊酒 汤菜馆 相口的东西 可以煎个鱼 一围都是美食 有酒在旁边 整个人都会开心和放松一点 其实我们今天带来的两瓶酒 有200ml和700ml 我看它后面的平身 是写苏格兰圆平进口 再加上罗曼湖这个集团 我后面翻查一下资料 是厉害的 英国几百年的历史 所以他们的出品是会有保证的 都可以的 这种香味和酒味 其实它会挥发得快一点 严格来说它会增加我们的食欲 试试来到这里 当然试试露水先 威士忌加潮汕的露水那种香味 是很搭 为什麽呢 它们同样都是闻起身很香 入口之后也会很香 那种感觉 露水这一下 它的香味是源自于 它们的黏的 露水的药材 然后食落口 那一下的香味 其实也是搭配食材的味道 够入味 最重要是什麽呢 有些酒类 它可能会很刺激 会刺激你的味蕾 让你欣赏不到品常的美食 但是这个环境 生盐的血痕一定要够新鲜 包括那些配料 都是要新鲜的 那些芫荽 辣椒 那些醋 喝完高斯林威士忌之后 都依然可以很清晰 分辨到各种味道的搭配 在酒吧这个界别当中 很多酒丝都很欣赏 这种高斯林威士忌 加水加冰 这种感觉 这种操作 是最基础的 亦都会有一个很高端的名字 叫 High Ball 我喜欢 High Ball 威士忌 加冰 加梳打 再加柠檬 稀释了 它的香味 会更加平衡 那些行家的说法 威士忌 稀释了 反而会更香 我们这些入门级的选手 是更加容易接受它的 这个高斯林威士忌的原味 这种高斯林威士忌 罗曼湖集团出品 所以大品牌 出品一定有保证 当然我们有两种不同的规格 大支700ml 小支200ml 大支一餐三五支多 没问题 一支一个人都可以 而且在我们的平台 买是尤其便宜的 去看看价格和规格 去到我们推门下方 看看